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最近開啟鈴鐺,讓新片可以馬上通知 如果方便的話,頂頂廣告 先來講講樓市新聞 中原剛剛在今天公布樓價指數 最新報153.94% 按週微升了0.23% 這個數字大致反映10月25日施政報告那星期的市況 政府宣布減納,刺激樓價單周回穩 仍然處於2017年4月中的水平 而今年的樓價指數跌了1.81% 較今年4月高位168.4% 累計跌了8.59% 至於新盤方面 恆基旗下發展的長沙環、西洋蔡、北加曉帕峰 繼續在收票 項目負責人林達文表示 截至今天下午2點半 大約收到460個認購登記 按下星期一首輪發售68伙計 暫時超額認購5.7倍 我相信這460張票都水到不得了 發展商也心之不妙 正常來說 怎會選擇星期六日賣樓 怎會選擇星期一黃昏賣 而且將接票時間拖到同日星期一的12點 他出第一張假單是100伙 當時還說有機會假退 現在反而再縮三分一 另外日前夏寶龍在深圳 接見太古集團行政總裁施冥倫 讚揚太古長期窄根於香港 支持一國兩制事業 以及促進香港經濟發展 整件事都覺得奇怪 用不著夏寶龍特德來讚他 太古在香港肉錘砧板上 若論要見地產商也見新鴻基 很明顯是想安撫外資 做給外資看 今天太古立即有好消息公佈 說出售港島東中心42至54樓 不包括49樓 總共12層樓面給證監會 總現金代價54億 有關交易終於5年內完成 據數這個項目總樓面面積是296,000平方尺 平均尺價18,200 證監會也有出公佈 他說買入One Island East 是作永久辦公室之用 他們目前租這棟物業的 45樓到48樓 50樓到54樓 現時的9層樓證監會自己佔用 所以扣置將會2023年12月生效 而額外那三層 即42到44樓 現在可能有租下 所以扣置將會在2028年之前完成 證監會表示 應在他們的儲備裡 預留了34億 作為自資永久辦事處之用 今次就會在那裏撥出27億 預額就會以外部貸款支付 另外就敬委會日前日品 起訴美劣集團和一班高層 今天他們公司發表公佈 表示在今天陸續向股東和合作夥伴發信 指集團的業務營運和財務狀況維持全面正常 目前並無法展商 因為訴訟而提出終止合作 其中涉事最高層成員 美聯集團太子女 集團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王正儀 在今日已經主動辭去地產代理監管局成員一職 重申這個決定是因為避免任何潛在利益衝突 並非與地產代理監管局之間存在任何分歧 另外路透社以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內地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在10月份錄得價格指數上升的城市數量只有11個 而持平的有3個 下跌的城市有56個 而北上港深四大一線城市 北京和上海的價格有上漲 而廣州和深圳下跌 另外CNBC引述野川證券 在15日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 中國目前未完成的預售房屋面積驚人 相當於中國最大的民營房地產開發商碧桂園的20倍左右 他們首席中國經濟分析師陸廷指出 我們估計中國大約有2000萬套未完成的預售樓 要完成這些房屋建築大約需要3萬2千億人民幣 根據內地物業銷售慣例 大部分物業在員工前已經賣光 由於交樓日期一推再推 難尾問題也越來越嚴重 政府目前首要任務就是補交樓 報告指出中國房地產業正面臨崩潰風險 開發商普遍陷入嚴重信用危機 買樓花的人對交樓日期不斷推遲變得越來越不耐煩 報告預測在明年的某個時間點 交樓推遲問題將會變成一個社會問題 從而威脅到社會穩定 分析師表示政府是否有足夠強力的政策出台 令市民對房地產市場和經濟恢復信心才是主要關鍵 另外有內媒引述消息人士報導 全球最大的另類資產管理公司黑石集團 正在抛售位於中國的物流資產包 總值超過100億人民幣 據聞已經有意向買價 項目位於11個城市的11個物流園區 其中包括位於青島、西安、長沙、武漢、成都、廣州、南京、佛山等等 再來講一宗比較離奇的涉樣個案 根據世紀21奇峰表示 最近做了一間馬鞍山中心的成交 單位是一座高層20,16.609呎 放盤大約一個月 當初叫價是884 之後減到60萬以780萬成交 據了解業主在去年7月才買入這個單位 當時作價是882萬 持貨一年只是帳面已經虧了102萬 如果再加10%SSD連同離任佣金 即是一年不見了230萬 第二間是位元朗的PARTYOHO 有36A座中層市495呎 賣了530萬 車價大約10700 業主在2018年8月用了766萬買入 次貨五年賬面虧了236萬 差不多31% 第三間是嘉湖山莊六旗美湖居7座低層H544呎 賣了420萬 車價$7700 業主在2020年4月用了580萬買入 次貨三年賬面虧了160萬 等於28% 第四間是大埔比華里山別墅 趨華到三階單號屋1,606呎 賣了1,500萬 車價$9,304 業主在2017年用1,582萬買入 次貨六年賬面虧了82萬 代理透露買家是新香港人 貪這間屋有漂亮裝修 第五間是沙田第一城 47座高層D 304呎 賣了438萬 車價$14,400 業主在2020年用了548萬買入 次貨三年賬面虧了110萬 等於20% 今天都幾多大洩福個案 第五間是百福花園 百德國中層B 406呎 賣了490萬 車價$12,000 業主在2020年4月用了660萬買入 次貨三年賬面虧了170萬 相當於26% 第七間是屯門海景花園 六座高層B 823呎 賣了620萬 車價$7,500 業主在2020年4月用了698萬 買入 次貨三年賬面虧了78萬 等於11% 第八間是西貢白山灣大南胡丹浩公 1250呎 賣了738萬 車價$59,000 業主在2014年用了770萬買入 次貨九年賬面虧了32萬 第八間是跑馬地金山花園 A座低層2號實 959呎連車位 賣了1720萬 車價$17,900 業主在2018年用了2,350萬買入 次貨五年賬面虧了630萬 等於27% 代理透露物業屬於遺產 第十間是沙基灣的鄉島 五座低層B 845呎賣了1430萬 車價$16,900 業主在2018年2月用了1742萬買入 次貨五年半 賬面虧了312萬 相等於17.9% 另外民主黨在日前 鏡頭維園農曆新年年少攤位時 被食環處不及與理由宣布 成功投得的攤位無效 羅健熙表示民主黨多年來 都有鏡頭連銷干貨攤位 但當日早上派職員成功投得攤位後 在登記身份證時 被食環處職員通知 根據有關條例宣布在無理由之下 他投得的攤位無效 令他們覺得非常詫異 李家超日前落區時被問及這件事 包括政府是否有黑名單 為何他簽沒有提供原因 李家超說不評論個別個案 他說投標時都要按照規矩 投標人亦要知道規矩 相信任何人對投標的情況都心中有數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最新開幕的鐘仔 方便或鼎鼎廣告 接觸 الح像 有些人 如果有些人 那是